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上帝心意的婚姻关系 那我们在上一次的录影当中 特别从第24节的开始 人要离开父母 强调第一个重要的要求 就是重视分离性的原则 因为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 从这个我们特别强调 在婚姻生活里面 要注重的是你个人本身的自主和独立性 这个非常的重要 你能够去个别的来处理你的情绪的世界 处理你个人面对生活张力压力当中 也能够看重在婚姻生活的最基本的起点 是两个人之间的互动 也能够带着一个成熟的态度 把自己享福在基督的主权之下 那我们继续来思想 建立和上帝心意的婚姻关系的第二个要求 这边呢在经文里面呢 当说完人要离开父母的时候 就紧接着一个非常关键的词语说 与妻子联合 与妻子联合 这一个词句强调了第二个重要的建立和上帝心意 婚姻关系的要求 是什么呢 坚守终身性的原则 坚守终身性的原则 那我们要从这个字眼来做一点的分析 这边说呢 联合 联合这个字其实在原来的意思呢 是指两个物件没有相关 但是呢 却借着一个非常强大的力 把这两个没有相关的物 把它紧密的摆在一起 他们促成的一个东西 而这一个连结 紧密的连结 是不能够也无法把它分开 如果是要硬硬把它分开 它的结果就是破裂 所以这是原来圣经所用的这个字眼 联合这个字 那其实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里面就强调了 在圣经对婚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要求 就是婚姻一定是一生一世的关系 当圣经强调说 以妻子联合 这种关系 它是一生一世的关系 所以不能够被分裂的 从这个角度 我们就可以明白 从旧约到新约 上帝的心意 就是透过婚姻 人特别丈夫和妻子 就产生的一生一世的关系 讲白的话 在圣经里面 其实不同意离婚 当然我明白 在我们建立一个世代当中 离婚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的 共通现象 但是回到上帝的话语 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抓紧圣经的真理 从旧约到新约 从上帝对摩西所谈的 对以色列所给的一些的指引 到耶稣基督的教导 有关于婚姻这一块 都强调只有一种的可能 当婚姻会面对离婚的下场 就是所谓的不忠 infidelity 当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出溃了 犯了奸宁的罪 在这样一种的状况里头 圣经才说 那个婚约被隔断了 在这样一个大前提里头 我们才谈有关于离婚的问题 所以圣经强调的 婚姻是一生一世的关系 那我们在现实实际的应用里面 我们必须要来面对这个现实的问题 既然这边圣经强调 以七次联合 告诉我们 我们要坚守终身性的原则 这边 容许我提出两个实践的建议 给大家参考 首先呢就是 我们一定要看重婚姻生活中的忠诚 婚姻生活中的忠诚 问一句话说 因为结婚是两个人在上帝的带领当中 应做爱和伟生于对方 这个伟生本身是一生一世的伟生 那怎么能够让这样一个关系 能够一生一世长长久久呢 在实际的应用上面就是我们要忠诚 要忠于对方 那忠诚这个概念本身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 就是因为对对方的伟生和承诺 就刻意的保守自己 投逼情欲 投逼试探 不把自己放在一种容易被诱惑的一个处境 不把自己放在一个不正确的关系里头 因为对对方的伟生 因为对对方的爱和尊重 所以经常保守自己 我们在这个时代 是一个混乱的时代 是一个没有真理标准的时代 我们又是住在一个地球村 所以很多时候工作的关系 很多时候一些的社会的整个改变的方式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走动非常普遍 那然后夫妻两个人经常又不同住在一起 不住在一处 可能因为办公的关系要出差要等等 可能要开设了一些不同的公司 在不同的城市 其实这些对婚姻关系本身就是一个直接的打击和影响 那我们怎么去面对呢 既然我们明白要建立和上立新意的婚姻 关系乃是要坚守这终身性的原则 那实际的应用联合这个字就必须要学习 我们要保守自己在婚姻的关系当中忠诚 为对方而忠诚 经常跟配偶有沟通 跟他连接跟他关系 保守自己非常的重要 不把自己放在试探当中 另外一个呢 在实际的应用上能够坚守这终身性的原则 就是我们能够辨别爱和婚约的之间的分别 爱和婚约 很多人认为 整个婚姻的关系的出发点和推动力是爱 某一个程度我认同 但是我会把这样一个概念再往前推 从圣经的教导来看 其实整个婚姻的基础和它的推动力 应该回到约 而不是单单讲爱 因为在现实的状况里头 爱随着时间和空间 它会改变颜色 它会改变那一种的所谓的浪漫 它会改变那一种的刺激感 它会带来一种的某一种的减少 所以呢再加上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会带来一些的考验互动等等 那怎么办呢 不是用爱来维持婚姻的忠贞 那是用约 什么叫约呢 所有在基督里面的婚姻 我们就是约来绑住我们 我们做了一个例子 就是无论丰富贫穷 健康患难健康疾病 什么等等 我们都怎么敬爱它 装终身于它 以它为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最重要的一位 除了上帝以外 这个约使到你和我在婚姻关系里面 让我们能够紧贴着它 当感觉没有爱 没有动力 没有浪漫的时候 回到这个约的基础上面 然后在约里头重新站立 重新点缆爱的火花 所以因此 我们要坚守这个所谓的终身性的原则 一方面我们要强调婚姻生活中的忠诚的关系 保守自己 为了对方保守自己 另外一方面要能够把爱和婚约 做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分析 好让你和我在婚姻的生活当中 我们持守两个人在上帝面所里的婚约 重新点燃彼此之间的爱 最终过着一个以忠诚为我们 核心的价值 有终身性的这一种的婚姻的关系 展现在人面前来荣耀我们的上帝 上帝赐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